夜店里美兰被老板叫过去陪客人 其实美兰是一个有福之父 家里欠了巨债 丈夫整天家暴 获得意在夜店上班赚钱 这名客人名叫金泰 并不是什么大老板 只是一个偷渡者 或许因为两人都是社会底层 美兰跟金泰之间 有种信心相惜的感觉 没过多久 两人就在一起了 一天金泰发现美兰身上的伤 并为美兰是不是被丈夫打了 金泰的妈妈就经常遭到家暴 所以她一眼开出伤痕不对劲 金泰却说美兰离开她丈夫 因为家暴只要有一次 就会无数次 这天美兰偶然看见 抽屉里丈夫的高额保险 想到金泰说的话 美兰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杀了丈夫得到这笔钱 于是美兰和金泰合谋商议 计划由她出面撞死丈夫 这样美兰也有了不在场证明 给金泰看了丈夫的照片 美兰提前了解到丈夫的行程 电话通知了金泰 在家里 美兰着急地等待消息 与此同时 金泰正等在马路上 只等美兰长不出来 天很暗 还下着大雨 金泰坐在车里朝夕地等着 她有几分紧张地搓着手 这时 一个打着伞的男子出现了 金泰想也没想 开车撞了过去 金泰兴奋地跟美兰打电话 她成功了 那人死了 但是 现在尸体要怎么办 因为当时金泰听见声响 她还把自己被人看见 慌张地搬走了尸体 这边 美兰暗骰金泰不靠谱 因为尸体消失 只能认定她丈夫为失踪 那么她丈夫的保险 只有五年之后才能领到 但是美兰还是很高兴 终于逃脱了魔掌 没想到这些门外传来响动 美兰惊悚地看着 本应该死去的丈夫 活生生地站在她的面前 她意识到 金泰可能杀错了人 这时 还曾经在兴奋中的金泰 找上门来 害怕丈夫发现 美兰跟她上了车 说到她丈夫回来了 我们杀错了人 金泰不敢置信 瞬间慌了神 美兰安抚着她 让她先去买了尸体 再回国躲躲 但是金泰不想离开美兰 要美兰一起走 美兰借口她们 没钱敷衍过去 第二天 美兰接到金泰电话 原来金泰杀人之后 十分紧张 觉也睡不着 才一天动得自己狼狈不堪 美兰提议去 祭拜死者以求安心 于是 他们俩开车 来到金泰藏尸的地方 认真地告慰了一番 但是 手笑甚微 金泰仍一直嘟囔着 她来找我了 其实 美兰也很慌张 但看着金泰没用的样子 怒火丛生 跟金泰争执起来 两人互相推卸责任 金泰失魂落魄地跑开 看着已经神志不心的金泰 她害怕这样的 她暴露杀人的事 一狠心 开上车 朝着金泰撞了过去 美兰崩溃地趴在方向盘上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 电话响起了 是老板娘言心 美兰很信任她 因为不久前 美兰被客人为难 言希挺身而出 为她解决了麻烦 还为此挨了一巴掌 与言希熟悉之后 美兰才知道 他们同是婚姻不幸的女人 言希一直很关注美兰 知道她的痛苦 表示 有时可以联系她 言希的电话 无疑是美兰的救命稻草 美兰将一切合盘拖出 听从言希的指示 美兰先将金泰的尸体埋了 又把车子送去 垃圾处理厂销毁 一切解决完之后 为了安抚美兰 言希带着她去泡温泉 期间 美兰看见言希杀鱼纹身 很心动 言希主动提议 为她吻一个 还鼓励美兰 杀了一个 第二个就容易了 于是美兰继续将主意 放回丈夫身上 靠着言希背后指挥 美兰将醉酒的丈夫 放在浴缸里溺死 造成丈夫急造是 意外死亡的假象 在警察上门调查时 美兰假装夫妻恩爱 哭诉丈夫因为债务压力大 时常酗酒 一周后调查结束 美兰立刻火化丈夫的尸体 顺利拿到了巨额保险金 重获新生的美兰 打算出国 前来跟感谢言希也是道别 没想到意外出现 美兰喝了一杯酒 昏了过去 前来发现被赤裸地 绑在一个台子上 而身边言希身穿白大褂 准备直接美兰 嘴里说着 原来 言希姐没有那么好情 她早早就看中美兰 打算杀了她卖钱 一切都是言希的阴谋 最后这笔钱 也落入了言希手中 拿到前后 言希准备逃到国外 所以重新找上男友康泰 想要借助她职务之便出国 因为康泰在海关局上班 但是 最近康泰也遇到了麻烦 快要被高利贷逼上绝路 言希回来 让她一下爆发 原来言希借的高利贷 是康泰担保的 而言希突然消失不见 债助朴老大找上了康泰 但这并不是什么小数目 康泰也无能为力 然而朴老大并不是擅长 在建立一番危险 康泰不得已承担下债务 极力争取了一个周的时间 因为同事帮人偷渡 赚了不少钱 康泰打算拉上朋友李渔 利用职务 帮助一位同学偷渡来换钱 但是到了那天 约好在港口见面的同学没有来 康泰还意外地被警察抓到问话 正在找他想要偷渡的同学 康泰着急又紧张 不欲跟警官多说 至少不认识 但是警察一直拉着他在餐厅聊天 很久之后才离开了 没拿到钱的康泰 又被朴老大抓到 甚至威胁要剁掉李渔的手 康泰没有办法 必须尽快凑钱 严西让濒临崩溃的康泰有了发泄口 他质问他 把他大骂一顿 但是在严西的花言巧语下 康泰原谅了他 但随后 严西说出了上面的原因 想要康泰帮忙 利用美兰的护照去日本 一直到自己又被严西利用 康泰十分愤怒 这时一面之缘的警察找上门来 看见严西 被他吸引 就这样 三人在房间聊起来 康泰知道了 想要偷渡的同学已经被抓了 突然聊到最近发现了一具女诗 奇怪的是 有一个鲨鱼纹身 康泰瞬间想到严西的纹身 确认警察的照片 联想到严西的保护照 康泰怀疑严西杀了人 心里生出了其他牵死 康泰找了个借口出门 计划串通鲁 没想到回来发现严西杀了警官 他吓得要报警 但是严西淡定地 让他帮忙收拾尸体 因为这是康泰的假 康泰擦着地上的血迹 心生一记 趁着严西不注意敲晕他 找到他的车钥匙 拿到那袋子钱 惊慌失措地跑走了 醒来的严西被嫖老大找到 但是钱已经被康泰拿走了 这边 康泰拿着钱到洗衣中心 打算洗漱一番妥妒出国 将钱放进柜子后 康泰出门买烟 没想到 中间嫖老大的小弟 在逃算时 康泰被火车撞死 那袋钱就这样 留在了洗衣中心 在洗衣中心工作的清万 这天立场打扫清洁 却在柜子里发现了一个袋子 他记得这位客人 离开后一直没回来 打开袋子一看 满满都是钱 但胆气的他 不敢直接拿走 将他藏在了处务间 回到家 清万母亲又在折磨妻子 他的母亲有妄想症 老是觉得清万妻子要害他 另一边 上大学的女儿也急需用钱 清万很烦恼 想到了店里的那袋子前 要是没有人认领就好了 第二天 上班的清万突然接到电话 妻子摔断腿 住了院 母亲又发疯说 妻子要杀害他 还将他推下了楼 为了照顾母亲 清万又一次迟到 在家 接到经理的电话 他被解雇了 因为这个月 他迟到两次了 尽管清万解释说 照顾母亲 也没能挽回这份工作 清万烦燥地躺在家里 本就贫穷的家里 现在更是雪上加霜 他突然想到 储物间的那袋子钱 冒着大雨回到洗浴中心 这里拿到了钱 他故作镇定地 拿着袋子往家赶 遇上警察问话 也敷衍过去 老板想要检查袋子 也为他激烈地骂回去 回到家 偷偷将钱藏起来 过了不久 清万打电话给清万 拿工资当借口 把他叫到的咖啡厅 没想到 还有假装成警官的 阎西和朴老大 但清万并不知道 原来 他们来调查那口袋钱 因为有同事 见清万拿到储物间 清万失口否认 推脱是被人偷了 无奈之下 阎西他们选择离开 没想到 他们却偷偷跟踪 清万回了家 心虚的清万回到家 正要将钱转移位置 被阎西和朴老大 抓个正着 清万母亲听到声音赶来 拆上了他们家警察身份 跟他们扭打起来 朴老大不耐烦 打运了清万和他母亲 却被阎西趁机捅了一刀 拿着钱跑了 临走钱 还烧了清万家 幸亏即时醒来的清万 救出了母亲 随后 阎西拿着那袋子钱 来到海关 将钱存在储物柜里 准备在厕所收拾一下出国 却被朴老大手下 发现了踪迹 残忍杀害 这一口袋钱 又遗留在海关储物柜 这天 清万亲自打扫厕所 他就在海关局工作 意外在垃圾桶里 发现了钥匙 他打开了储物柜 发现这袋子钱 没有犹豫拿走了他 故事到此结束 这袋钱在今晚妻子手里 又会发生什么故事 我们不知道 导演也留下了悬念 影片多人多钱 多人被杀 都是因为钱 对于主角们 那都是救命稻草 但也是这根稻草 压死了他们 为了一袋钱 互不相识的他们 刺杀 背叛 将人性的丑恶 展现得淋漓尽致 利益的驱使下 已经没有善恶可言了